台幣不能撿政治 不然會炎上 這句話根本毫無邏輯啊 我們給他拆分一下 首先 跟台幣有什麼關係啊 台灣越軍國的時候說我反對 因為跟美國買武器就是挑釁中共 結果自己要選總統說 我要至少八萬機器人對抗中共 哎呦 別買武器不行 你自己嘛就可以 千萬矛盾嘛 當然要我們屈服 說要統一 就有人說 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 結果他自己跟老公吵架了 一點委屈都不受 馬上離婚 別人就何蓋送我去 自己一點委屈都不能受 送從標準嘛 南部開槍的時候就說 民進黨無能 司法無能 差不多真兇 結果北部玩不會衝槍的時候 啊 市長是好有儀啊 這樣沒事了 送從標準嘛 所以言不言上跟是不是YouTuber 根本無關 第二個 好 我們經不了政治 不聊那些政策的問題 不聊選舉 我就問你啊 你知不支持A字啊 我支持A字 啊 渣男 爛男 台男 沒有用 沒有錢 請女生出去吃飯 還沒敢消費 那你出去幹嘛 你這種男生出去爛的 不要怨女生 你這個一輩子單身 那假設你不支持A字啊 男生 就是要請女生吃飯 我們要負起責任 哎呦 馬子狗這種人啊 可憐啊 甜女生 你會一無所有 你光是聊食物 聊遊戲 聊手機 都滿好起爭議 你用的是蘋果還是三星 你玩的遊戲機是PA15還是15一群 你知不支持最終生還者2 你玩遊戲的時候 裡面要不要有女女男男的劇情 你知不支持迪士尼裡面的角色大更新 換成最現代的設定 這些還不是會沿上 最後一點 最好笑 啊沿上又怎樣子 小時候媽媽叫你不要玩遊戲 你有聽話嗎 上課的時候老師叫你不要談戀愛 你有主旨嗎 你有沒有誠情書嗎 上班的時候 老闆叫你不要玩網拍 不要逛你的書 不要逛社群 你有聽嗎 什麼是沿上 就是被罵 啊你會怕被罵嗎 你被老師罵 家長罵 老闆罵 都沒在怕了 你怕什麼沿上 假設因為被罵個一下 就不敢做事 什麼都不做 那你要有什麼事可以挑戰 你就過在房間裡面 都不要出門啊 都不要說話 說到底 台北不敢講政治 怕背上 本來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早期 VTuber這概念剛開始的時候 就有人想要說 我們要跟Youtube有分別 因為我們這些人啊 爛 愛蹭 愛講政治 愛整人 愛搞是非 所以我們VTuber 要純淨 清潔 友善 單純 美麗 所以立下一堆奇奇怪怪的規矩 很嚴格 很嚴密 但這一招就了 台北 氣化危機 台北會做什麼事 歌迴嘛 連動嘛 雜談嘛 但歌迴已經非常內捲了 你說你在怎麼會唱歌 已經進入無限迴圈了 歌曲就那幾首 水星魔女啦 我推的孩子啦 初音啦 夜區啦 唱來唱去 都這幾首啦 好啦 就算你歌都好 歌都棒 又怎樣 後起之秀 一個一個進來 好 你說想做出去唄 我們弄cover 現在一首歌 精緻一點 六位數跑不掉耶 這個東西是有版權的 它是無法開音力的 你只能做爽的 通常開歌迴要轉回來就靠SC 說真的啦 觀眾有那麼多嗎 每個人是挖石油 家裡有礦嗎 所以現在的歌迴真的是非常內捲 你唱得越精緻 畫面越好 結果贏收沒上升 可是還有可能虧錢 玩遊戲更慘 除了你是電文高手電競高手 會Speed Run的 過得很快很猛 成績很高 要不然就是比前線上市 像現在霍格華茲啊 現在已經5月大概2號了 還有誰在玩霍格華茲 遊戲熱潮一跑 整個就匯匯掉 就不紅了 沒有流量了 還有啊 卧龍現在也沒人在玩 所以遊戲也是競爭熱爆 內捲熱爆 內捲熱爆 很難做出特色 真正能分出勝負的 其實是紮談聊天啊 只有做這個 你才是真正厲害的VTuber 結果你說 我不能聊政治 不能聊正義話題 那要講什麼 我分享我的生活 我分享我的爸爸媽媽 我分享我今天中午吃什麼 我分享我去哪邊玩 我跟你講那東西無聊到爆啦 你可能講個一兩次 大家也覺得好好聽喔 好好笑 但是你講個兩次三次五次六次 欸 主播你該不是要講 你上次去泰國的事 你上次跟那個朋友吵架的事 對啊 因為人生有趣的是有限嘛 我們活在台灣 你就要了解台灣這個環境 了解台灣這個市場 了解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喜歡什麼 心三色刺激的東西 所以在台灣的環境 就要運輸出不一樣的VTuber 不要怕講政治 我們還要拼命搶 拼命說 拼命做出特色 所以這個就是 台灣VTuber的未來 講政治 上次有人說拉麵是假的 今天也是一百六十的 應該就是真的吧 白湯拉麵 這肉有點小塊 但非常稀嫩 給過 麵有點小果 但筋到很OK 給過 這湯就厲害了 濃濃深奧的味道 當然我整個都炸開 好吃 真的好吃 但問題是 也太小碗 也太貴了吧 我還是吃鍋燒麵吧